大家好 大家下午好 其实刚刚我们也在这边有一个圆桌讨论 这次又是我来分享 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服务网格的负载均衡 然后这个演讲我希望 反正尽量地简单通俗 让大家都能听懂 都能理解 好的 然后我先开始一下 然后还是先介绍一下吧 然后大家避免大家不认识我 我是来自于华为云的徐中虎 然后我现在在开源社区工作 然后同时Eastio的开源 大概也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吧 应该是 然后现在是Eastio之旅委员会的member 还有也是Eastio网络组 还有安全组的maintainer 那之前我在Valcanor还有Curetor这个项目中 也是担任这个maintainer的一个角色 最开始的话 我们开源的团队主要是在 Cover在这个Kubernetes这个社区 本人也成为这个Kubernetes的 这个top100的这个贡献者 然后今年呢 这个Google还授予了我这个 OpenSource Peer Bonus的这个奖励 也是很荣幸 然后本人也参与了这两本书的这个编写 好 这下面是我的这个GitHub ID 然后呢 如果大家 如果通过这两天的这个分享呢 对我们Eastio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下面我们开源展区F3 有个Eastio展台 然后的话我们有开源社区的这个maintainer 也在现场解答大家的问题 就在F3啊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福网格这边的 这个商业化使用的这个增长 这个数据来源于 SenseF2022年的这个调查报告 我看到从2020年的这个 ServiceMesh的这个商业采用率 是从27%提高到2021年的36% 然后以及再到2022年的这个47% 当然今年的2023年的这个调查报告 还没开始公布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调查报告 是显示的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这个的调查报告 跟这个还不一样 这个是专门针对ServiceMesh的 这个V的V调查报告 然后这个结果显示呢 我们在这个调查人群中 有60%的人是在生产环境中 去采用了这个福网格 然后另外19%的人呢 他是正在评估 我们是否应该采用福网格 然后另外10%是说 我们正在开发环境中 去已经测试这个东西 然后另外19%是实际上是没有说 没有采用X-12的打算的 这个报告呢 其实面向的那个 就是采样人群 其实是更精准的 就是更多的是这个 为服务相关的人员 OK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调查报告 通过调查报告里面去显示啊 就是在所有的这个 AV 服网格相关的这个特性中 大家最关心哪些能力 也就是说我 adopt这个ServiceMesh之前 我会优先考虑哪些能力 然后79%的人呢 就是 当然这是一个多选项啊 79%的人呢 比较在意这个安全 例如这个MTS 就是零星人这一套东西 就是79%的人比较关注这个特性 然后其中 另外就是这个群体中 有78%的人群 他是比较关注可观察性的 比如说去关注一些这个 业务的这个监控指标 是吧 然后因为这个反正我们 Eastio 尤其是Eastio这边 他这个可观察性方面 还是比较比较那个强大的 包括metrics呀 日志啊 还有那个可以看我们的 我们的服务的调用拓谱 然后其中62%的人呢 去比较关心这个 Traffic Management 例如去做一些灰度发布啊 去做蓝绿发布啊等等 这也是62%的 然后其中有56%的人 比较关心这个可靠性 比如说我其实就是这个 我服务之间调用的这个 这个健壮性 OK 然后我再讲一下这个 这里看一下我们这个 调研中哪些是影响这个 我adopt一个 ServiceMesh方案中 最关键的非技术的一个挑战 那从这个结果中可以看到啊 就是70%的人群 47%的人群啊 就是会回答的是 我们缺乏这个工程性的知识和经验 对 就是因为这是非技术的嘛 就是平台性的工程性的这个经验缺乏 然后其中41%的人呢 去去回答的这个结果是 就是说现在ServiceMesh这边的这个 架构啊 还有技术啊 它是比较复杂的 它可能hold不住 然后36%的人呢 说这个采用服务网格的时候 我们缺乏一些这个指导啊 还有一些 呃 指导最佳实践的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我想用一个功能 我不知道怎么用 我也不知道去哪查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啊 然后22%的人呢 就会觉得就是 我 呃 比较难以选择 是选择Easture啊 选择LinkedD啊 还是选择CM啊等等 对吧 然后另外的小数群体 就是说 可能是另外其他的东西了 OK 再来看一下这个 技术方面的这个 最大的一些挑战是什么 技术层面啊 呃 首先32%的人 最大的群体认为 这个是 呃 与其他的工具啊 还有服务的这个集成 呃 是他们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 呃 26%的人呢 认为他这个 呃 还是这个 本身 ServiceMesh这个技术 这个框架 他是否可靠 他是否 嗯 就是 就是在版本眼镜中 能够保持一致 就是前后 API能不能 能不能保持兼容 这是他的一个 对大的挑战 然后25%人呢 就是不是这上面的一些 呃 这个选择 这个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 然后22%的人呢 觉得我去定义 我的 呃 配置啊 定义我的这个策略啊 比较难 嗯 这个是22%人觉得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啊 就是现在的 Eastio的API 呃 还是说 呃 还有那个Gateway的API 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关于流量拆分 去负载均衡 去Split 然后做权重的拆分的时候 这个这个 从这个层面来讲 哎 我们都是很直接的 都很简单 是吧 都很容易配置 但是 如果我们想用更丰富的功能 然后发现 很难配置 然后 另外就是说 我们的配置 容易跟其他人的配置 其他team 其他服务 呃 其他服务的配置 进行冲突 啊 这个是 配置比较难的根本原因 啊 然后22%的人呢 会认为这个监控啊 和tracing是比较难的 因为这个 这个难呢 主要是在于 我的 那个其他的平台的缺失啊 可能 就我没有监控平台 然后21%的人呢 会是说 这个策略的管理 策略的管理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 呃 在 前后 保持兼容 怎么样去 避免相互影响 这个是 比较难的 然后另外 20%的人 会比较在意 这个 富旺格的这个 性能 就在我们调用的 实验上面 这个展现的 然后 47%的话 就是 Auth 认证健全 回到我们这个主题啊 我们 服务网格这边的 这个负载均衡 负载均衡那其实 比较简单 大家其实都很了解 它是一种 技术 是用来就是 去分发这个 我进出的 进出 呃 最开始其实 主要是用来做 那个进出这个 南北向的 南北向的这个流量 去用 用户 设备啊 或者是PC啊 这个移动啊 移动APP啊 这边发出的流量 然后 到达我们的数据中心 我们怎么样去分发 对吧 然后这个 比较 比较 famous 的一些 Lero Balance 的 这个Powers 就包括Invoi Enix HProxy 都能 基本上都能做 这个现在的这个 呃 七层的这个负载均衡 就是 呃 去选一个 最佳实力 把流量 分发过来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主要是 呃 这个负载均衡 主要是做 那个反向代理的 这个这个 这个作用 对吧 然后 其实在 使用场景上面来讲 我们也是 有时候也是很复杂的 就是 呃 在一些 我们会有一些 global 的一个服务 全局的一个服务的话 会部署在什么 两地三中心啊 多 多机房的这种部署 是很常见的 这个时候 负载均衡的这个 拓扑就更复杂了 这是 最简单的一种模型 就是 选一个 endpoint 然后导 导流量 对吧 然后这个 采用负载均衡的这个 想法也是很简单的 它目的是为啥呢 目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提升这个 我们响应的这个速度 对吧 呃 响应 提升 响应的速度说的就是说 我究竟的 把这个流量 就导到究竟的这个服务实力上面来 然后 呃 第二个就是 增 增 增加这个 这个 reliability 可靠性 增加可靠性 其实是 有一些负载均衡 都有一些 这个 呃 从事啊 呃 超时啊 就是这种 这种这个 简单的这些 功能是都有的 这些 包括 ngix啊 azer process 都有 吧 然后 第三个就是 可以用来做它 呃 为了更高的那个 高可用 呃 扩展 支持 就是水平扩展这些服务 去支持更大的规模 这个是我们 做 负载均衡的一个主要目的吧 OK 然后 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 eastio这边支持的 目前支持的一些 负载均衡的一些算法 这个 呃 其实大家 也都听说过这些算法 基本的是这样的 呃 list request 然后这个是 当前 eastio中这个 默认的这个 调度算法 就是流量调度算法 也是负载均衡算法 啊 就是 LR 原来 原来叫什么 原来最默认的那个 呃 负载均衡算法是那个 RR Ronderobin 就这个 这个是它原来那个默认的 那后来 呃 从 从哪个版本开始 我有点忘记了 就是改成了这个 list request 这个 这个 就选择一个 当前的这个 他认为从客户端的角度看到的 是 呃 这个 当前 呃 请求处理数最少的 这个 呃 实力 把这个流量 导到那边去 是吧 然后第二种算法是 随机 随机算法 就是随机选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其他的 比较常见的一些算法 呃 刚刚说了这个 这个Ronderobin呢 还有一种就是 带权重的Ronderobin VT的Ronderobin 啊 这个是原来是默认的 啊 然后第四种的话 可能稍微就高级一点的 它是一种 一致型哈希的一个算法 一致型哈希呢 就 目前有两种 一种是 呃 环形哈希 另外一种就是那个 那个 麦克莱布 麦克莱布这个是 主要是在做 那个 呃 Redis的那个 呃 复材军衡的时候 会选用这种 麦克莱布的这个算法 嗯 可能好多人用不到 下面的这些东西啊 下面的这个 更高级的这个 EASIO现在支持的一些算法呢 就主要是 我列了几个 第一个是那个 locality aware的这个 这个loaderbiasing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的流量会 呃 优先发送到 跟我的客户端 在同一个region 同一个az 然后同一个subzone的这个 呃 endpoint中 这个是他优先去 把这些流量发送到这边去 然后呢 当我这个 同一个region 同一个 同一个 也就是同一个最小的那个 物理 物理单元中 这些endpoint 如果是故障了 这个流量 能够自动的去做那个 fill over到其他的region 其他的az 其他的region 这个优先级是递减的 呃 呃 这个因为没有一个图啊 大家就理解一下就好了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 基于优先级的这个负载均衡 这个优先级呢 其实也是 会把那个endpoint 分成 呃 一到n 那么几个组 然后每一个组是有不同优先级的 比如说 他会优先把流量导到 呃 导到这个最高优先级的 这一组endpoint中 当然这个导的过程中 这个 在这一组endpoint中去 怎么去选这些endpoint 选一个具体的 其实还是 由上面的这个算法来决定的 我可以就是说默认 默认现在就是 a list request 对 然后 当我这个最高优先级这一组endpoint 然后有挂掉 有故障的时候 他就会 自动的把流量 然后 还 fallback到 另外一个 更低优先级的这个组里面 啊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 prioritized 的load balancing 怎么样去表示我们 一个优先级的这个概念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 这个api里面啊 实际上是有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清楚 那个destining rule里面 有个traffic policy 里面其实是有一个 failover的 priority的 它里面可以去指定 这些标签 就通过那个标签的去匹配 标签跟 呃 客户端的标签 匹配的程度 然后去区分它的这个 这个 划分它的这个 优先级组 是这么干的 呃 当然 其实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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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个东西了 它 相对于原来这个 只支持 呃 region啊 azr 这种 failover 它是一个更先进的 更高级的 呃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呢 另外一些就有 有那个 呃 对指定的region啊 azr 进行这个流量的这个 拆翻 呃 这个也是最早 比较比较早的支持 跟locality aware 是一块支持的 然后 呃 最最新的 其实就是这个 Slow Start 就是 呃 能启动的这个过程中 尤其是java的程序 它启动的时候 它那个 呃 这个java的这个服务 是不能够 达到它 最有效的处理 这些请求的 这个 这个 其实达不到它 对对对 对颠峰的这个性能的 所以说就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有一个 Slow Start的一个时间 让这这段时间 它那个流量进来的时候 是按照 这个线性增长的 它不是说 一下就把所有的流量 给导到这里来 导到这个Slow Start的过程中的 这个 这个上面 这个就是 呃 现在Slow Start这边 做的一个事情 啊 刚才讲到的这个 我们这个高级的 这个算法 实际上是跟这个 Basic的这个算法 是一起工作的 对吧 这个是 这个是我想 在这边给大家 说明白的一件事情 哦 OK 然后再看一下 我们这个 这个 现在支持的一些 routing的一些 feature吧 就是只讲 这个复带均衡的话 大家可能 还是比较偏这个 偏向算法一点 OK 然后 然后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 Exto结合这个 负载军型结合路由啊 它能做啥吗 做什么呢 就是 可以做到应用感知 是吧 然后第二个是 动态路由 然后去 以及支持这个 各种协议吧 支持各种应用的协议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 对 其实对 HTTP类的这个协议啊 ATB1 ATB2 HT GRPC ATPS呀 其实它是支持的是最好的 这个是 然后呢 对Redis呀 达保这种协议的话 大家如果使用的话 可能要通过这个 Involve Filter 这种 patch的方式 然后去使用 对吧 这个 下面这两根图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其实 最最关心的一些 中国这边 其实很多用户啊 我接触到的 都是很关心这个 Blue Green 蓝绿的部署 对吧 会把这个 流量权重 由这个 比如说 它开始的时候 这个 绿色的代表一个 服务的一个版本 然后开始的话 这个流量是百分之百 导到这个 这个版本上面来 然后后面 我又在升级的过程中 我会有一个新的版本 然后再把流量一次性 全部切在这里来 这是一个蓝绿的 一个部署的过程 然后 更平滑的一种方式呢 就是这个 灰度的 灰度的 我们也叫 那个金色雀的 这个发布 它是一种 流量慢慢切的过程 就是 流量 开始的时候 可能百分之百 是在V1版本 然后后面 变成百分之八十 到V1 然后百分之二十 到V2 这是一种 这个金色雀 发布的一个过程 然后很多 很多用户 比较接受这种方式 OK 然后我们这个 其实就是 这种方式的话 就会更面向 我们在路由过程中 就会 对用户 对用户的应用 是更加的 这个友好的 就不只是从 这个负载均衡的 这个角度上来讲 对 OK 然后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如果是要做一次 那个 Candry Release 需要怎么配置 其实我也讲了 如果单纯的意思 就是使用某一个 某一个小功能的话 其实配置 都是比较简单的 你看 就这么一个 几行的Yaml 就可以 做一个 回度的发布 对 然后呢 但是它 我前面也讲了 就是如果说 跟其他的这个配置 去 同时去使用啊 可能会 因为使用不当 会造成一些冲突 这个时候就 我们在定位的时候 有时候就 就比较麻烦 会查认识啊 包括是查那个 查那个 XDS配置啊 都可能会 通过那些途径去查 然后最后 进去定位 根一 OK 然后我在这边 会列了一个 这个蓝率发布的 一个模型啊 就是说 你看我这边会 声明 当我的这个 请求 Header 匹配到 是Json的时候 那我的 把这些流量 录入到 V2的这个版本 然后其他的这个 没有匹配到这个 投射 Json的这个 这个请求的时候 就会把 这些流量 然后录入到这个 Reviews 这个V1这个版本 这个是 我的蓝率发布的 一个部署的 一个配置 其实也是很简单 就单独看 都是很简单的 是吧 OK 然后我再 想问一下大家 对其实对 当前这个 E2这边 这个负载均衡的 这个算法 其实是 能够 满足你们的 使用场景吗 可以回答一下 满足的举手 不满足的举手 好 其实 我看到 其实满足的多 大家还是 跟我的想法 其实一样的 其实大部分 场景 其实 大部分比较 典型的场景 实际上都是够的 这些算法 因为这些 这些算法 也是从 几十年来 从不同的 这个 负载均衡的 这个软件中去 继承过来的嘛 也不是说 它独创的 都是一些 几十年 就有的 对吧 然后呢 其实在一些 特殊场景 其实是 也是不够的 其实当然 这些场景 可能是比较 特别一点吧 第一个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 当我们一个机器 因为 举个例子 就是在KPS集群中 我们的每一个机器的 这个性能 其实不一样的 虽然说 大家有可能 就是部署的时候 都是 同一个workload 去资源分配的时候 就可能给它 分配四核 4U8G 对吧 但是它的CPU 它的核心不一样 有的是 主频是 两G的 有的是三G的 对吧 有的是 当然是不同的 硬件都可能 所以说 它这个 单纯的 从这个 KPS角度来讲 它不能够 区分 它的服务器的 快慢 没办法 所以说 我们的 在每一个 在这个 每一个节点上 去部署的 这个Pod 也就是 在服务中 我们称为 Endpoint 它这个 每一个 它处理性能 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吧 每个处理性能 是不一样的 然后 在一些比较 差的机器上的 那个 差的机器上 部署的这些服务 那可能它处理的 这个请求的 这个速度 肯定也是慢的 这个是一个场景 另外一个 第二个就是 List Request 这个算法 它本身也有些缺陷 我们来看一下 典型的这个 在E4G中 这个东西向的 这个请求的时候 会发现 我们的这个 这个负载进行 实际上是跟 那个Client 放在一块去做的 就在Client端 去做的 然后每一个 这个Client这边 会选一个 它认为 请求最少的 这个Server 去发送 那这个数据哪来呢 这个数据就是 Client这边 自己去维护的 那个连接池 以及Envoy那边 它自己去 记录的一些 那个数据 本身它自己 这边角度看到了 对吧 假如说 如果我有不同的Client 同时会看到 哎 我像比如说 像这个Server 去 发送的这个请求 比较少 那我 大家同时都往这边去 比如说 都去往这个Server上 同一个Server上 去发送一些请求 那我们就会出现 这种 精群效应 因为每个人 每个Envoy 都是从自己的角度 去发现 这个服务端的 这个request数目的 那这样看起来 就会出现 这种精群效应 对吧 然后另外一点 就是没有考虑到 我们这个 服务器的这个容量 对吧 容易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也会容易 把这个 某一个服务实力 给它压垮 另外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list request中啊 就是没有考虑到 我每一个request 之间的区别 也就是说 有的request 有可能是 其实有可能 每一个request 有可能还是常连接的 对吧 这个是 我在Envoy这边 是没有办法区分的 现在是没办法区分的 至少 然后它的 包括它的请求的size 请求的这个类型 请求的这个优先级 请求的 我们需要请求的 它的latency 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每个请求 它其实没有细分的 所以这种场景的话 它会产生一些 不好的效果 第三个就是 虽然Eastio 现在是支持那种 weighted subset的cluster 就是 会对下面 这个每一个 就是 其实简单一点来说 就是我现在 virtual service支持 把流量切分到 不同的那个 subset中 subset的组 对吧 这种 这种场景 但是呢 它不支持 这个subset的 这个forback 其实从前几年 就有人在社区 就要支持这个subset的 这个forback 就是 其实 最典型的场景也是 这个 不同版本 同时存在的时候 用户想 比如说有 N个服务 是调用链的 调用的关系 比如说 服务1 服务2 服务3 是相互调用的 那我想的是 服务1的v1版本 调用服务2的v2版本 调用服务3的v3版本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吧 那假如说 我当时 当前 这个服务2的这个v1版本 是不存在的 或者挂掉的 那我其实是想这样的 就是 服务1的这个v1版本 是调用服务2的v2版本 这时候 forback的v2版本 然后服务2的v2版本呢 其实会看到我 其实 因为前面的这个流量 其实是v1版本的 从服务1这边来的 那还是要走到这边 那个 想到服务3的那个v1版本 这是一种 那个forback 用subset 这个forback的这个机制 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去现在也没有做 对 OK 那我们其实从 刚刚也分析到 它现在的支持的一些现状呀 还有一些 我们当前 其实对一些场景上面 其实支持的不好 或者有天生缺陷的一些 一些方向的时候 我们去思考一下 其实这个也是借鉴了 其实之前读到了一个 Netflix 这边 他去做这个负载均衡的时候 他们有内部去考虑的一些事情吧 然后 是这样的 我们去做负载均衡 我认为这边的这个指导原则呢 首先就是我们要学习其他的 包括论文呀 包括其他开源项目中 一些优秀的这个算法实践 对吧 然后在前人的基础上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 然后就是 针对于那个 list request这种场景呢 我们可以说是 通过这个 choice of two and probation 这个algorithm 这种算法呢 去解决掉这个 list request 带来的这个 精确的效应 就 choice of two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就是 其实这个算法也是比较 简单啊 其实就是 随机的选两个 这个 正面意思就是 随机的选两个 end point 然后从中选一个 最小的 最小请求的那个 实例 然后把这个请求 发送到这个实例上面去 这样会避免这个 进去效应 那propagation propagation这个算法呢 其实是 考虑到这个 服务端的这个 上线的这个 不同的差异的情况 这样其实我们 第二个原则是保证 就是说 在任何的情况下 我们不会说 只要我们这个 服务端 服务实例数 够的情况下 能够处理 所有的 客户端的这个 流量负载 那我们能 我们要保证 每一个这个 任何一个 这个服务实例 不会因为 突发的这个 负载 把我们压垮 这个是我们 基本原则 然后第三 这个当然 当然这个原则 前提就是说 我们要实现 这个负载是均衡的 对吧 我们负载是均衡的 要求不能说 某一个流量 就像list request 发生流量的 很大的倾斜 这是杜绝的 然后第三个是 去处理 请求的时候 会 在优先考虑 这个最小的实验 就做负载均衡的时候 去考虑到 会把这个实验 作为一个因素 然后还有一些 那个 它的那个 每一个 request的 这个handing的 这个时间 然后也会去考虑 这个network的 latency 然后以及 服务端的 这个处理时间 当然这个 是一个 指导原则 但实际中 可能 就是像 比如说 网络食言 或者是 尤其是 服务端的 这个处理的 这个性能的话 这个 如果是我们 再去外接一个 其他的 第三方的 这个监控的 一个软件 或者监控的平台的话 就自然会 对我们这个 负载均衡 这边的 这个 效率 会产生影响 当然这个 都是我们 生产过程中 要考虑的 OK 第四点 就是说 我们要避免 客户端这边 去经营 复杂的配置 和 就是说 人工的去 调整参数 去调整 这个配置的过程 是吧 OK 然后我们 觉得 这个 从这些 方向考虑呢 我们觉得 有哪些 方法 可以去 做一些 进一步的 去 解决一些 当前的问题啊 第一个 就是说 去做 自适应的 这个 负载均衡的 一个调整 要把 这个 客户端 这个 客户端视角的 这个请求的 这个延时 跟那个 server的负载 作为一个 负载均衡的 这个算法的 这个输入 去 共同地去选择 一个 那个 合适的 负载均衡的 这个是 自适应的啊 这个 这是一种 可能的 这个方向 然后第二个 就是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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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算法 和 去结合 然后去 选择一个 最佳的 这个服务实力 然后这样呢 会避免 这个精神效应 然后第三个 就是 proprietion 这个机制 就减少这个 这个 这个 费力 和 提高这个 可靠性 韧性 对 提高这个 我们的韧性 OK 这是我们 大概 可能 可以 未来 可以用到的 方向 OK 然后再看一下 我们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是 envoi社区 最早提出的 就是 去上报 这个 服务端的 这个 资源利用率的 一些 这个 proposal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proposal 很久了 大概是2019年 这个google的 google的人 他去提出了 这个方案 就是说 我当前 没有 这个负载军行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 服务端的 这个 utilization 那我们应该 设计一种 这么一种 方式 就是 他这个方式 叫 orca open request cost 的 aggregation 就把服务端的 这个 开销 去聚合上报 上报也好 或者直接返回给 这个 这个dplb 就是 dataplan lb 其实 映射到 这个 服务格中 这边就是 变成了 是envoy 是可以把 这个ocra 直接发给 这个 客户端的 这个envoy 还是说 有一个中心式的 这个 这么一个 组件 也可以 对 他只是定义了 这么一种 orca的一个协议 当然这个 orca的这个 协议这个标准 大家可以 有 有那个 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实际上就是 这个server端会主动报 他的这个request response的 这个 这个时间啊 资源消耗啊 cpu啊 内存 这是最基本的 这些 会在这个 API里面去报给他 他这边去决定 是怎么样去使用 他不规定 你客户端的实现方式 他只是一个 说我server端的 utilization的 一个上报的过程 你server端去 怎么样去利用 是你自己可以实现 自己的算法 OK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这个演讲的内容啊 我们意思就 现在是 其实是完全是 在数据面 是base on 这个unvoid 但是呢 是扩展了很多 高级的这个能力 尤其是在 K8S这个环境中 OK 像我们 这个优先级 负载均衡中的 这个metadata的 这个 这个是很 是我们很重要的 基于K8S做的 K8S pod的一个标签 做的 对 然后第二个是 lure balancing 是现在其实还不算 是e-sq的这个 性能瓶颈 当然这个性能瓶颈 主要是在这个resource啊 和operation的 这个复杂性上面 这个ocra这个 proposal呢 还没有实现 但是呢 在e-sq中 我们可以去推动 这个unvoid中 去实现这个东西 OK 然后第四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利用了 这个现有的算法 去实现 这个更高阶的 这个能力 比如说 我们未来需要去做到 针对 headless的这种service 去做一些 这个persistent 这个session和 以及做这个subsid的 forback 这个是我们可能是面临的 一个比较大的困难 现在像headless这个 这个汇化保持 这个还有这个subsid的 这个forback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 未来我们要 重点去解决的事情 ocra的话 这个可能相对于 依赖比较多一点 这个可以独立去解决 OK 应该就是 这个就是我今天 演讲的内容了 然后这个是我的 个人微信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我一下 然后我的slack上面 slack上面也可以找到我 一次入slack上面 OK 感谢大家